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 這個三角形ADC中 DEF分配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 這個是邊形 它是一個菱形 也就是說這個跟這個 跟這個 四個邊是一樣的 那以致BD是等於2 這是2 AD等於5 這是5 這四邊都是5 靠求第一小題 這個V1 他比上EC 這個V1比上EC 因為這個兩個平行 因為這個是菱形 所以這一邊跟這一邊是平行 所以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也就是2比5 2比5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AF比上FC 等於多少 AF比上FC 我們這樣看 我們看這個比這個 就是說 這個比這個是2比5 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所以這個是5比2 這個比這個也是2比5 AF比上FC也是2比5 為什麼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因為這兩個互相平行 那互相平行 我們就要曉得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再來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AC是等於多少 好 那AC的話 因為這個是5 這是2比5 這是2比5 那所以 AC是等於多少 這一段是5 這2比5 所以這一段應該多少 這一段的話 應該是5乘以多少 乘以2分之5 所以這一段是2分之25 那這樣的話 5比上 這個 這5 比上2分之25 就等於2比5 5約掉 這5 就1比上2分之5 兩個都乘以2 就2比5 這一段是5 AF等於5 這一段是2分之5 2分之25 所以AC等於多少 AC 是等於5加2分之25 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2分之35 AC的話等於2分之35 這樣算會比較快一點 或者我們可以怎麼算 這個是5 那這個的話 是全部的什麼呢 全部的7分之2 也就是說 AC 乘以7分之2 這個是等於5 那AC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2分之57 35 這樣算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是等於2分之35 因為是2比5 那所以這一段是全部的7分之2